这次迪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询问节目,我是主持人达尔桑莫,本期的主要新闻友,达拉喇嘛尊者在达尔萨拉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达拉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向印度总理防疫基金捐款,全球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者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第十一世班辰喇嘛。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首次接待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感谢司征洛沙桑格在任期内的出色服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国在过去一年持续压制藏传佛教,格尔德仁波切中文版回忆录,一生三世在台湾问世。 驻台湾办事处新任代表格桑减三会见高雄市市长。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哲于本周一4月26号,在印北达尔萨拉的寝宫接种了第二剂新冠疫苗。 根据达赖喇嘛尊哲办公室秘书长茨丹桑主指出,达赖喇嘛尊哲办公室的所有工作和安保人员,包括住在关底的逝者也接种了疫苗。 今年3月6日,为增强公众对新冠疫苗的信心,达赖喇嘛尊哲在印度西马席尔邦达赖喇的佐纳公立医院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成为接种新冠疫苗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此外,在印度政府和人民与不断增加的新冠病毒疫情和近350万病列在作斗争时,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哲于本周二4月27号通过名下的信托基金向印度总理紧急救济基金提供了捐款。 达赖喇嘛尊哲对此指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新冠病毒对全世界,包括对印度带来的持续挑战,并对印度不断增加的感染病列感到担忧。 而赖喇行政中央也已随后宣布将各部门和下属所有机构的工作人员的一天薪资捐给印度总理紧急救济基金,并向全世界的赖喇社区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印度政府抗击疫情,踊跃向印度政府总理紧急救济基金捐款。 另外,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于上周日4月25号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了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 第11世班辰喇嘛根登雀吉尼玛32周岁诞成日,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和他的家人。 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杉桑格也与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一道。 在当天发表视频讲话,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根登雀吉尼玛,并让他返回西藏日可责的这些轮不次,担负起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的重要角色。 私证表示。 同样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人士 也相续对第11世班辰喇嘛的下落表达关注 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开在26年前 年级6岁时失踪的第11世班辰喇嘛 跟登雀吉尼玛的下落 本周早些时候 隶属美国国会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声明 在此敦促中国政府准许独立专家访问 并确认第11世班辰喇嘛的处境 并立即无条件释放 跟登雀吉尼玛和他的家人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 国会议员吉姆·麦格文先生 也于当天再次敦促中国政府 立即释放跟登雀吉尼玛和他的家人 麦格文议员指出 当天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西藏之友团体 也通过各种活动纪念了第11世班辰喇嘛 跟登雀吉尼玛 32周岁诞辰日 此外藏人行众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上周六 4月24号首次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访问办事处 正在当地进行访问的四镇洛乌克兰与到访的国务院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 这是四镇洛乌克兰在去年10月 首次在美国国务院会晤特朗普政府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来 藏人行政中央在外交方面取得的又一次里程碑意义的发展 也是引以为好的一件事 美国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助理国务卿 丽莎·彼得森女士和该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 科斯特·巴斯比先生 以及外交事务官安东·琼尼内尔先生 出席了驻北美办事处举行的会议 而包括国务院东亚籍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 乔纳森·弗里茨先生等其他政要则通过了网络参加了会议 当天下午 市政洛杉三格在代表欧洲次任的陪同下 在任期内最后一次拜访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国会议员吉姆·麦格文 并就麦格文议员对达兰萨拉的访问 以及国会通过的多项专门针对西藏问题的法案进行了讨论 与此同时 随着市政洛杉三格即将于今年5月完成他的第二个任期 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西藏的团体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 对市政表达了祝贺 本周二、4月26日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也举办了一场网络会议 对市政洛杉三格表达了祝贺 日本前教育大臣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 夏村博文先生在会议上重审 该小组将继续加强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并共同努力帮助西藏人民度过难关 同时强调此会特别邀请前首相安倍吉三先生参加 并希望他能够参加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工作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先生和国防部副部长中山泰秀先生也出席了会议 并发表讲话表达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 以及赞扬市政洛杉三格在十年任期内出色的领导和服务精神 市政洛杉三格在发表讲话时 感谢日本政府和人民对西藏自由事业坚定不已的支持 同时在得知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人数 已增加到98人时 市政指出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同样美国纽约和新泽西州藏人协会于4月24日 在当地社区礼堂中未到访的市政洛杉三格 组织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 感谢市政在十年任期内的热诊服务和卓越的领导 当天纽约和新泽西州费城等地的藏人协会 等团体向市政洛杉三格颁发感谢状和纪念品 此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上周三 4月21号发布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强调中国政府在过去的2020年持续对藏传佛教 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和压制 报告在西藏部分中指出 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对西藏的各种宗教活动的限制 包括禁止藏人学生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传统的宗教活动 以及惩罚那些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开示或拥有尊者法相的藏人 报告还提到了习近平在2020年8月召开的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 强调的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政策 与此同时由美国华人作家李江林女士撰写 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下属的血域出版社出版的 第十一世格尔登仁波切的中文版回忆录 《一生三世》于上周四4月22号 在该基金会佛堂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正式问世 在格尔登仁波切的见证下 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佛学法师 建遍七僧格师 驻台湾办事处新任代表格桑建桑和谢任代表达瓦茨人 为新书进行了节目 格尔登仁波切在介绍该书的书名意义时指出 本书的书名意味着仁波切在年少时遭遇中国军队入侵家园 流亡印度学习佛法 担任藏人行众中央公务员 一生命运多变犹如三世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藏人行众中央驻台湾办事处新旧代表和秘书长 于上周五4月23号 在台湾高雄市会见盖世的市长陈其迈先生 并就加强对台藏关系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在长达40多分钟的交谈中 黎人代表达瓦次人向市长陈其迈介绍了 驻台办事处新任代表格尚建森先生 随后两位代表及办事处的秘书长隋南多杰 与市长就如何加强台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医疗协助和奖学金等一体进行了讨论 当天两位代表还会见了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等相关人员 就该校赞助西藏森里学习中文项目 以及相关奖学金的问题进行了协商 4月24日新任代表格尚建森应在台藏人福利协会的邀请 在桃园市会见了数十名在台的藏人 并发表了讲话 此外新任代表格尚建森还于4月25日 应邀出席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举办的主题为 消失26年的班辰喇嘛的演讲活动 并在活动上向与会的台湾民众介绍了第11世班辰喇嘛跟登去吉尼玛 消失了26年之久的石墨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